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说起李嘉欣不愧是富豪杀手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当属李嘉欣和刘鸾雄的那一段感情 不过他现在的老公是许晋亨 但是你知道许晋亨的前妻是谁吗 是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穷啊 看着好像何超穷的年纪是有点大 毕竟许晋亨也不算年轻 但是家世和背景各方面 两人还是很相配的 虽然何超穷是何鸿燊的二房太太所生 但因为二房太太家境也不差 何超穷更是从小就被培养 长大以后因为能力出众 成为了美高美的中国区主席 2015年的时候 何超穷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成为了当年的香港女首富 一句话概括就是 何超穷是一位被何鸿燊视为接班人的女人 可惜这样一个女人 虽然后来和许晋亨强强联手 却因为李嘉欣的插足 被许晋亨给抛弃了 何超穷为什么会和许晋亨结婚 他们何家的家族内斗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可以在下期节目里再说 今天的主要内容还是要说一说李嘉欣的 李嘉欣的这一段故事颇为复杂 李嘉欣因为长得漂亮 在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时被评委倪震看上 用洋洋洒洒的几百封情书追到了手 但实际上在李嘉欣参加港界比赛的那段时间 还有一个传闻 李嘉欣之所以能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 完全是因为李嘉诚花重金买走了她的第一次 而在李嘉欣从港界比赛结束后 李嘉欣和李嘉诚之间的绯闻更是甚嚣尘上 甚至还有人爆出李嘉欣一年的价格是三千万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李嘉诚的原配妻子庄岳明 他的离世原因实在是过于不清不楚 大家也实在搞不明白 前一天还荣光焕发参加酒会的人 怎么会在第二天就突然消失了呢 刚好严格说起来 庄岳明去世的时候 是李嘉欣和李嘉诚传出绯闻的第二天 虽然当时李嘉诚的身边还有一个周凯璇 他也是因为想取周凯璇的缘故 被二儿子李泽凯出书第四了 但其实李嘉欣和李嘉诚的绯闻 也出现在了那段时间里 外界关于庄岳明的死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李嘉诚和庄岳明曾经协商过 不管李嘉诚在外面如何花亭酒地 都不能把女人带回家 没想到李嘉诚有一个周凯璇还不够 还把李嘉欣给带回家了 庄岳明实在受不了这个刺激 选择了自杀 另一种说法和这个大同小异 大概就是李嘉诚为了讨好李嘉欣 给了他一张金额为空的支票 李嘉欣狮子大开口填了个天价 银行一看这么大一笔钱 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于是带着支票上李嘉诚的家里求证 没想到被庄岳明知道了 庄岳明觉得丢人 也觉得委屈难过 使用这种方式发出了无声的反抗 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获得过 李嘉诚或李嘉欣任何一方的证实 但因为在香港这种地方 李嘉欣和哪位富豪传说绯闻都不稀奇 所以这些说法一直流传甚广 至于李嘉欣后来 为什么和许晶横惩上的关系 之前几期节目我们也提到过 李嘉欣那个时候 因为和关志玲等小三小四的出现 和刘鸾雄闹了一些矛盾 颇有要分手的意思在里面 后来刘鸾雄倒是把关志玲打发走了 也重新追回了李嘉欣 但李嘉欣在和刘鸾雄闹别扭的那段时间里 已经偷偷和黎明闯了不少废闻 大家都知道 李嘉欣18岁那一年 在朋友的鼓舞之下 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 出道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TVB 那时候的黎明 也是无线电视台的一员猛将 虽然第二年就因为一些纠纷 被无线电视台给雪藏了 但1990年回归无线电视的黎明 还是得到了TVB的重用 两个都挺火的人气偶像 因为都在一个公司 自然而然就有了合作的机会 那这样不刚好 刘鸾雄身边阴阴厌厌 在发生新旧交替吗 恰好黎明那年发了新歌 想找个年轻女明星 来给自己拍摄MV 一开始找的人是王祖贤 王祖贤没空说 我给你推介个朋友吧 而这个朋友自然就是李嘉欣了 虽然当时的李嘉欣 还沉浸在和刘鸾雄的 尚未之战中 对黎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人总是要吃饭的呀 黎明后来多次发出拍MV的邀请 要赚钱的李嘉欣 自然也欣然前往了 就这样 靠着好几首MV的攻势 黎明和李嘉欣 这对荧幕CP逐渐深入人心 到了1993年 之前几乎只在MV里 出现的李嘉欣和黎明 头一回当了男女主角 合作拍摄的电影《袁正霞》 这下两个人的绯闻 是彻底盖不住了 虽然那个年代 没有CP粉这么一说 但李嘉欣和黎明的外形 实在是太般配了 狼才女貌也不过如此 观众们都很想看看 这两人继续同框 香港的狗仔也很懂得 如何满足读者的心理 有事没事的就会带着 你们俩合作这么多次 对对方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这种问题去询问当事人 还是那句话 尽管炒CP这个词儿 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但是娱乐圈很早以前就在用了 否则李嘉欣也不能大胆到公开表示自己对黎明有感觉了 不过黎明对于自己的恋情一向藏得很深 被拍到也好 被挖出情侣装也好 统一解释为朋友关系 你要是问我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过真感情 答案是肯定有的 没有的话 黎明也不至于没事就找李嘉欣拍MV 更不会带着自己的绯闻女友出去吃饭 不过很显然 那时候的黎明在经历了血藏又复苏之后 对于自己事业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或者说到底就是不够爱 他不太能接受为了公布和李嘉欣的恋情而耽误自己的事业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想要特殊 想要唯一 想要高调被施爱 且习惯被高调施爱的李嘉欣 和低调不愿意公开的黎明从观念上出现的分歧 这种分歧总有一方是要妥协的 双方都僵着 结局自然就是分道扬镳 况且李嘉欣那时候也不缺黎明这一个男朋友 后来李嘉欣和许静亨走到一起的时候 已经经历了刘鸾雄 黎明 罗兆辉 谭辉 庞维仁等一系列男人 看上去好像很难理解 为什么许静亨这种豪门大哨 会心甘情愿和李嘉欣这种换男人跟换衣服式的女人在一起呢 不过同样的 像许静亨这种男人 网上曾经有过一张 家亨千丝万缕图件 各种人物关系 光是要理顺就让人深感头皮发麻 说几个出名的吧 许静亨的前任名单里 有现在的香港娱乐圈大姐大刘嘉玲 赌王接班人一般存在的何超穷 TVB大美人黎姿陈法荣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了 说到郭碧婷和向左 两人从恋爱到现在一直都是甜甜蜜蜜的 而且在节目上的两人也是撒糖撒到腻啊 而且官宣恋情后再到订婚 如今两人也已经结婚了 也是十分的羡煞旁人啊 都说郭碧婷这么美 是国民女神 向左能找到这么好看的妻子也是好福气 而且郭碧婷更是深得向他的喜爱和重视 也是十分幸运的了 而两人婚后不可避免的就是财产问题 而当谈及到两人的财产问题时 更是达成了一致婚后禁忌共同承担 而后来向太更是无意提及到了这个问题 以及做出解释 向太说已经做好了信托基金 这些钱跟向左和郭碧婷都是不相干的 也就是分不走 也败不了的一个状态 也不会让郭碧婷和向左恶到 但是两人还是要努力奋斗赚钱的 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凸显向太的情商了 向太不愧是向太 这样做既不会有往常的豪门财产争夺 更不会让向左和郭碧婷有惰性 而且也是不伤感情的 是高招啊 看来近视多的向太手腕就是强 反正财产就在那 是你的终究就是你的 而且分也分不走 即使真的离婚了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 也是很真实的一个举措 不过向左和郭碧婷也不是懒惰的你 郭碧婷也是很独立自主的一个女艺人 也是愿意出去工作的 而且向左更是被从小培养出 乖巧吃骨自强自立的性格 这对小两口往后肯定会携手并进 一起为了美好的将来而努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5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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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